男孩关上灯准备睡觉 一个栅栏出现在小杨面前 接着小杨便有秩序地一个个跨过栅栏 第100号小杨十分兴奋 一直在问第99号小杨进度 被问多次的99号杨终于忍受不忍 对着他大骂一顿后 终于让第100号杨乖乖去排队 终于轮到了第99号 第100号杨开始摩拳擦掌 他等不及主人发号指令 便跳了起来 突然 栅栏消失 原来主人睡着了 1号杨非常得意 嘲笑着第100号杨 就在他难过时 看到了自己身上的数字 他有了一个办法 他趁着第100号杨去厕所时 将它封锁在厕所里 随后拿出了准备好的剃毛器 等他再出来时 身上的数字也变成了1 他跑到了队伍最前面 正当他做好准备跳时 栅栏消失了 他转过头 发现栅栏出现在队伍的末端 原来主人今天要从第100号开始水 奶奶今天运气不好 输光了所有的钱 于是工作人员拔掉了她的大金牙 一个月后 奶奶重回赌场 她假装要吃药 趁机换上了她精心准备的头子 接着奶奶故意输掉赌局 等工作人员一离开 奶奶就按下耳机上的开关 头子机器人被激活 偷走了工作人员的通行证 拿到通行证的奶奶 快速刷卡进入电梯 然而没多久 工作人员就发现通行证丢失 关停了电梯 好在奶奶早有准备 拿出激光铃 顺利从电梯来到房间 她扔出机器人前去探路 破解保险规密码 然后她拿出特制手套 从墙壁上攀爬过去 就在这时 工作人员出现 奶奶快速将膏要捂在膝盖上 趁大门关上前一秒滑了进去 最后工作人员开门一看 发现只有大金牙被拿走了 女人因为爱情 嫁给了一个矮个子男人 这天 男人和女人走在街上 一个鞋垫的老板发现了他们 老板追上他们 拉着给男人换了一双高跟鞋 这双鞋让男人走起路来 十分不便 于是男人脱下鞋子 还给了老板 接着理发师又将他们安下 拿出假发 给男人做了一个增高发型 可是这个总是遮住男人的眼睛 于是男人又将假发 还给了理发师 不久 一个服装店老板发现他们 老板拦下两人 然后拉着女人 给他测量尺寸 随即给女人 换上臃肿的连衣裙 给男人穿上一件修身的衣服 可是穿上十分滑稽 于是还给了老板 之后他们又遇见一个医生 想要帮男人做手术 帮助男人长高 夫妻两人拒绝地跑走了 可是之前那些人追着他们 按住男人 要给他改造 女人被这场景吓晕 被送往医院 不久 男人独自回来了 他的妻子永远地离开了他 可这些人仍然不放弃 守在他家门口 极力劝说 最终 男人打开门 按照他们的要求 装扮了自己 老猴子的笼子里 跑进去一个小女孩 工作人员直接拍枪 打死了老猴子 看着同伴惨死在自己面前 他害怕自己 也会是这样的结局 他想要逃出去 就在这时 一个游客将番茄酱 挤在薯条上 然后扔在了小猴子的脸上 小猴子立马有了办法 到了晚上 小猴子从垃圾桶里 翻出番茄酱涂抹在身上 第二天 工作人员看见地上躺着的猴子 立马汇报给了同事 然后挖了一个坑 把他埋了 等工作人员走后 小猴子又爬了出来 却被返回的工作人员看见 情急之下 小猴子捡起石头 砸晕了工作人员 然后抢走工作人员的衣服 逃出了动物园 却在门口遇到了警察 好在他从容应对警察的询问 顺利逃走了 男人打开门 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兔子 被送进来 然后男人提着笼子来到地下室 里面的老人看见他后 叹了一口气 向男人摆摆手 表示不干了 男人听后 生气地拍了桌子 并拿老人的家人威胁他 老人只好无奈地打开机器 为了安抚恐慌的小兔子 老人还拿出自己和其他兔子的合照 让他放松警惕 接着老人将兔子套在仪器上 拿出针管 扎在他的腿上 随后 老人拿出乐器 演奏出悦尔的音乐 而小兔子 也随着不受控制地摆动身体 完全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血液 正在被抽搐 血液随着管道流向楼上 男人接住新鲜的兔血 递给了一旁的将军 而后男人将笼子扔在了门口 这里的笼子已经堆积如山 而他们之所以这样做 是因为据说 这样可以长生不老